最近几天拜登有点难看,因为现在全球媒体都在拿中国领导人最近的沙特之行和拜登7月的那次出访做对比。我们先说拜登那次。整个2022年,拜登外交最失败的地方莫过于沙特。直接原因就是当年的卡书级谋杀案。因为这个案子,拜登在2020年竞选的时候,大骂沙特王储小撒勒曼是杀手。 放话说如果他上台,要把沙特变成一个贱民国家。拜登扛的就是价值观的大旗,借着手撕沙特。民主党可以一边讨好,习谈他国人权的左翼选民。一边占据道德高点。攻击共和党之前包庇沙特的政策。在选举中赚马了。但沙特毕竟是美国处了80年的主要盟友。拜登为啥一点面子不给呢?原因很简单。 因为2020年纳会。西方正在大肆鼓吹,从化石能源,向绿色能源革命。加上美国本身不缺能源。所以就显得沙特石油不那么重要了。 在加之当时沙特深受胡塞武装和伊朗的威胁。正空前依赖于美国的保护。说白了在拜登眼里。沙特作为盟友的价值已经大大下降了。属于舔着脸抱美国大腿的小弟那一类。 拜登需要给一条舔狗面子吗?所以建民两个字说的有恃无恐。等到上任之后,拜登更是鼻孔朝天。看都不看小萨勒曼,只和老国王交手。 然而哪想得到,今年俄乌那边一开战。剧情居然激烈反转了,在西方的反俄制裁下。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出现缺口,全球能源价格飙升。尤其是美国,暴涨的油价差点把拜登政府给干翻了。这个时候沙特作为欧佩克的主导者,突然就变得无比重要了。 一是沙特主导的欧佩克,决定着全球的能源供应。是压下油价的唯一希望。二是拜登想要切断俄罗斯石油收入。弱化普京战争能力,必须有沙特的配合。于是沙特又成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点。但是之前因为卡书急案,美国把沙特实际当权的小萨勒曼给得罪狠了。等到拜登临时烧香。想要这个80年主要盟友出把力的时候。 小萨勒曼有样学样,也换上了一副鼻孔朝天的架势。三月份的时候,拜登给沙特打电话。小萨勒曼甚至接都懒得接。于是当时的美国舆论,又开始调转枪口指责起拜登来。 还有美媒给拜登下指导旗。说你老乔把美沙关系搞砸了。沙特正在道尽中俄的怀抱。所以拜登你得去跟人道歉。毕竟去了,你丢掉的只是可怜的自尊心。不去,美国丢掉的可是一个用得着的主要盟友。 但是这个道歉又很难做到不丢脸,那怎么办呢?美媒的建议是,你等到人摘月的时候去。反正摘月期间一切从简。哪怕你去了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,也不会显得寒酸。 更关键的是摘月期间,穆斯林脾气好。人更宽容,也更好说话。其实拜登七月那堂去和小萨勒曼碰拳。已经是照着这个思路,在主动谢罪了。傲慢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拜登自以为,我堂堂美国总统,愿意顶着自由派的口水,屈尊来赴京请罪。你小萨勒曼总得给点面子吧。可惜小萨勒曼一点面子也不给。 拜登七月下的任务是,沙特至少每天要增产石油75万桶。但在八月的欧佩克会议上,沙特只调戏式的增产了10万桶。更气人的是到了九月份,沙特又宣布还是减产10万桶吧。 最最气人的是,到了十月的欧佩克会议上,小萨勒曼亲自上阵。带着欧佩克大幅减产200万桶每日。这就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夜,对着拜登山巴掌了。 拜登当时很生气,把沙特的逆反定性的很严重。说这时沙特在强迫其他欧佩克国家减产。其目的是增加俄罗斯的收入,减弱西方的制裁。 他还警告说,沙特会为此承担后果。但你能怎么办呢?按照白宫说的,重新审视美沙关系。 可是美国敢吗?现在已经不是2020年了。这两年沙特和中俄的关系进展神速。你现在和沙特翻脸,等于和海湾各国翻脸。把中东拱手让给中俄。美国在中东还混不混了。 所以拜登那次出访沙特,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。事后美媒给过一个评价,叫做无声的。这个无声,不光是说接待仪式冷冷清清。 也是指没达成什么成果,去了跟没去一样。放在今天来看,更像是一种绝妙的隐喻。美沙关系已经在无声中变质,再难回去了。和拜登7月那次相比。 这次中国领导人的出访就截然不同。首先在接待规格上,沙特是以最高礼遇。欢迎中国领导人的到访。要知道接待规格,并不是一个面子问题。而是一个态度问题。规格越高,代表越重视。所以中美两国领导人接待仪式的差别,就能说明很多问题,其次达成的成果够丰富。 小萨勒曼掌权后最具代表性的改革。就是推动沙特经济多元化的尝试。毕竟靠卖油不是长久之计。可再生能源才是未来大势所趋。如果未来有一天,石油需求大降。 只会卖油的沙特还怎么活。所以,现在沙特最需要的时候石油时代的发展路子。所以在中国领导人抵达的第二天,中沙就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。 按照沙特官方通讯社此前报道,初步协议价值高达300亿美元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,和沙特的2030年愿景已经开始整合。 这次出访在某种意义上,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,重启中国和整个中东的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说,他的这次访问,将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、海湾国家,以及沙特之间的关系,开启新的时代。就像咱们外交部评价的。这绝对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。 眼看着中国在中东进展神速,美国其实也是很着急的。为此美国干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是给小萨勒曼主权豁免。然后就在中国领导人抵达沙特前几个小时。美国法院刚被白宫逼着,驳回了卡书记案对沙特王储的控告。这无疑就是拜登在向小萨勒曼示好。但有用吗?小萨勒曼根本不鸟他。 第二件事是中国领导人抵达沙特第二天。签署一系列协议的时候,白宫出来泼冷水了。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刻比说,中沙两个主权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不奇怪。但中国追求扩大影响力的举动,不利于国际秩序。 言下之意,中国和中东国家走近是有危害的。但会危害谁呢?一套虚无的秩序。所以你看,对于中国和中东的靠近,美国其实是没有办法的。 就像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沙特商人的比喻。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已经死了。奥巴马挖了坟墓,拜登盖上了棺材。正因为这样,所以现在以沙特领头。中东国家都在搞战略多元化。 俄罗斯是美国的重大威胁,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挑战。沙特为啥都要公开示好。不是因为卡书吉安对美国的报复。而是因为中俄是美国集团之外的,仅有的选择。 所以中俄杀三方,各自和美国的关系越紧张。合作姿态也就越紧密。所以在过去的一年里,随着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。 在美国的视角里,海湾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步调,也越来越难一致了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拜登求个油。面临的是产油国铁板一块式的抵制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 当然给美国这种感觉的,绝不止一个沙特。比如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。以及在核协议问题上的强硬。比如土耳其爱苏丹在各种国际大事上,独具一格的脚屎棍风格。 比如印度、巴西、南非等金庄国家。对俄罗斯态度上和西方的强烈反差。各个地区国家,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立场做决定。 美欧这样的传统强国。也只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去适应。很难对美一个人发号令了。这就是国际秩序的多元化。中美元首在沙特截然不同的遭遇。正是源自两国对多元化截然不同的应对。在这种情况下,大国的策略不再是控制。而是把自己的利益融入当地的体系中去。这也是中国这些年外交做的最成功的地方。 可惜孤明学霸王的美国人,是学不会的。